见眉星目 面如关羽 五官精致 轮廓分明的这七位男星的长相 击中了国人审美 娱乐圈从来不缺帅哥 可是很多都是靠化妆美颜的加持 本人其实并不出众 真正的帅哥 应该是见眉星目 五官精致 轮廓分明的 要说符合国人审美的男星 还得是他们 一 杨阳 杨阳的五官端正 还很秀气 给人的感觉是清秀俊朗 帅气儒雅 正是因为外形出众 所以才会被选去出演成年宝玉 作为军艺校草的杨阳 颜值自然是无可挑剔的 她的现代妆和古装都好看 不过古装更胜一筹 所以 她演的戏 基本上是以古装剧为主 比如少年四大名铺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杨阳出道多年 绯闻也很少 一是和李沁传过恋情 这段恋情没有回应过 外界多数认为是真的 只是后来他们分手了 还有就是和乔欣传过绯闻 但是杨阳侨心双方都否认了恋情 现在三十岁的杨阳还是单身 相比恋爱 她更愿意全力拼事业 由她参加的综艺 青春环游记三正在热播中 节目里杨阳有一个CUS展昭的片段 这个造型很适合她 比电视剧里的展昭还像展昭 另外 杨阳主演的古装剧 且是天下已经杀青了 虽然还没有定档 但从定装照来看 杨阳扎着高马尾 夏合线完美 服饰以蓝色和白色相见为主 十分淡雅 二 陈晓 陈晓的颜值很重派 而且浓眉大眼的 就是很符合传统标准帅哥的长相 气质以太各方面都不错 当年陆珍传奇里的高战 算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了 陈晓与古装的适配度很高 她演的很多剧 古装戏占比很重 包括神雕侠里独孤皇后等剧 目前陈晓和王一博共同主演的冰与火已经发出预告片 据悉 这部剧很可能会在春节当播出 讲述的是缉毒警察握心肠胆的故事 而且演员阵容强大 不仅有陈晓王一博等人气明星 还有王静松刘亦军等实力派演员 可以说是将期待直拉满了 除了冰与火 陈晓还有两部带播剧 一是和刘亦菲搭档的孟华录 这部戏离美女众多 有刘亦菲 柳妍 林允 个个都很养眼 二是和毛小彤合作的云香传 这是两人二搭了 上次是杨过和郭府 这次是男女主了 而且这部戏的实力派演员很多 比如王静松 黄海斌 慧英红 秦兰 陈晓不仅事业全面开花 家庭生活也很幸福 和陈妍夕婚后有一子 名为小星星 虽然夫妇二人经常被传离婚 但他们用事实激扩谣言 就在前不久 陈晓陈妍夕夫妻还一同拍摄了 某杂志封面 照片中两人都是高颜值 非常登对 三 严毅宽 严毅宽的长相非常标志 他有着传说中的剑膜脸 脸型和五官都是黄金比翼 野生美 M型嘴唇 是名副其实的古装美男 可惜的是 严毅宽长相出众 却未能大火 在他之前的作品中 很多时候都是在演男二 比如少年张三丰情网 李世民大人物等等 顶着这样一张脸演男二 让人觉得女主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 严毅宽没有大红大紫 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和乔振宇合作电视剧《昆仑思路宝藏》 而且两人还一起参加 综艺牛气满满的哥哥 二人同为天涯四美成员 同况很养眼 家庭生活方面 严毅宽和杜若西婚后恩爱有加 两人还参加综艺我家小两口 并且私下也会时不时的秀恩爱 长得帅 还不花心 严毅宽算是模范老公了 现在43岁的严毅宽晒出古装照 为自己庆生 照片中的他颜值还是能打 只是比以前少了稚嫩 多了成熟 不愧是古装男神 保养得也太好了 四 霍建华 霍建华的轮廓分明 嘴唇较薄 五官立体有辨识度 他的古装扮相是很亮眼的 尤其是《仙剑集侠传》三里的徐长青 英俊潇洒 天下第一青是《黄飞女一名飞传》等古装剧 霍建华的古装扮相颜值是一直在线的 玉树临风 风度翩翩 很适合他 还有《华千古》里的白子化 虽然人设不讨喜 但他扮相是挑不出毛病的 一身白衣仙气十足 加上霍建华气质出众 很有修仙之人的意境 和林心如结婚生女后 霍建华的路人缘大不如前 还有《如意传》中 他扮演的乾隆皇帝风流多情 脾气暴躁 本人也因此口碑有所下话 对于外界说因为林心如 拖累了霍建华发展等传闻 霍建华不予理会 他安心的和妻子过日子 自从大约在冬季拍完后 他就很少出来拍戏了 众星放在家庭上 前几天 有媒体拍到霍林夫妻二人 为女儿庆生的照片 五 古天乐 古天乐是很耐看型的帅哥 虽然因为一句台词 经常被调侃平平无奇古天乐 但他相貌非但不普通 反而很耀眼 他演的过二令人过目不忘 不管是白骨还是黑骨 都是挺好看的 一个是阳光干净的奶油小生 一个是铁血柔情的硬汉 《寻情记》里面 他扮演的向少龙聪明幽默 古天乐还因这个角色 获得TVB万千星会颁奖点 《李我最喜爱男主角》奖 事业上颇有成就 生活上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古天乐出道多年 虽有几段绯闻 但他承认的只有和黄济赢的恋情 按理说这两人狼才女貌 本以为会家偶天成 没想到结局是已分手结尾 现在 51岁的古天乐至今诞生 比起恋爱 他更愿意用心地投入到电影拍摄中 在《真三国无双》里面 他扮演吕布 毕竟是50多的人了 脸上还是有岁月的痕迹 古天乐苍老了很多 但还是很有气势的 《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宫》 已经定档1月31日 《倚天屠龙记之圣火雄风》 定档2月3日 从预告片来看 古天乐扮演的张翠山气势十足 何凌峰演的张无忌不像父子 反而像兄弟 6 焦恩俊 焦恩俊算的上市古装界的扛靶子 因为颜值较高 各种发型都能轻易hold住 就连泡面头这样高难度的发型 也能轻松驾驭 除了小李飞刀里的李循欢 焦恩俊还有一个经典角色 那就是宝莲灯中的二郎神杨姐 值得一提的是 这剧播出是在2005年 1967年出生的焦恩俊 此时已经38岁了 完全看不出来 焦恩俊在去年官宣了离婚的消息 原以为她可以和林千玉走到最后 想不到还是曲中人赛了 而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离婚 因为之前焦恩俊和黄婉玲离婚过 焦恩俊有两个女儿 分别名叫焦曼婷和焦一珍 大女儿曼婷曾经还上过综艺 称受父亲的影响 自己也想把表演做到最好 如今 54岁的焦恩俊还是单身 她很少出现在萤幕前 上次看到她 还是在心边成浪子中 脸蛋还是好看的 小肚子很明显 身材稍微有些发福 7.张志尧 张志尧给人的感觉是很清爽的 她的五官单看或许并不出彩 组合在一起就很亮眼 第一眼看到让人觉得很斯文 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大概就是如此吧 她演的花满楼是很经典的 此外 古剑奇台里的师尊也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出场戏份不多 但她那独特的气质很吸引人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张志尧扮演的哲言文文尔雅 举手投足都显得优雅 很符合大众心中对上线的期望 出道多年 张志尧在娱乐圈中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形象 几乎没有传出过任何绯闻 如今 已经46岁的她 依然保持着单身的状态 她并不是没有机会遇到合适的人 而是更愿意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她所热爱的演艺事业中 用自己的表演去打动观众 用作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张志尧对于演艺事业的热爱和专注 让她在每一部作品中 都能够展现出精湛的演技 最近 她参演的电视剧《护心》 已经圆满杀青 而她在剧中的白发造型 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焦点 那一头白发 不仅没有显得她苍老 反而增添了几分仙气 让人眼前一亮 在《护心》中 张志尧的服装也是以白色为主 简洁大方 与她白发的造型相得一张 整个人看起来宛如仙人下凡 气质非凡 这样的扮相 让不少观众感叹 仿佛直接梦回当年 红极一时的电视剧 《古剑奇谈》中的师尊角色 那种超凡脱俗的形象深入人心 张志尧的这种造型 不仅展现了她对于角色的深刻理解 也体现了她对于演艺事业的 尊重和敬业精神 她不在意年龄的增长 而是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让人物形象生动鲜活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张志尧至今单身 但她在演艺事业上取得的成就 以及她对待工作的态度 都让人深感敬佩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一个演员的价值 不仅仅在于个人的感情生活 更在于对艺术的贡献 和对社会的正能量传递 未来 我们也期待张志尧 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 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发光发热 总的还说 这些男明星 各位仪表旁堂 而且身姿挺拔 一态绝佳 她们的古装扮相都很好看 期待她们能多拍古装剧 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她们有的单身 有的离婚 有的娶妻生子 不论如何 都希望她们事业成功 家庭幸福美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